話說趙雲是他向塞墓追問劉碧的下落 毫無結果 他非常疑心 又是回去溪邊看看 這次是仔細看 看看看看 咦? 只見對岸有一大水積 趙雲心想 難道主公他連馬一起跳過溪? 奇了 趙雲於是又叫了三百名士兵分散四圍去找 找了大輪什麼宗職都沒有 等到趙雲再回馬的時候 塞墓已經入城了 趙雲拿著守門軍事追問 他都說劉士軍是飛馬出西門走了 趙雲最初還想入城 後來想 明天又埋伏不散 於是就帶著那三百人急急回到新野 現在再說說劉碧 他騎著的勞馬一跳過了潭溪 真是他自己都傻了 嘩! 幾丈闊的溪水一跳過了 真是天意 天意啊! 過了潭溪 他一路向南章縣那邊走 南章縣就在現在湖北省西北部 京山的東面 他走走走走走 不過日口快要下山了 他在伴佬遇見一個看牛仔 騎在牛背脊上 吹著一隻小笛 都不知道多可愛 劉碧不覺嘆了一口氣 真是羨慕他 羨慕他? 說笑了 不是說笑 劉碧為甚麼羨慕看牛仔呢? 看牛仔沒有危險 劉碧是有人追著要殺他 險死還生 所以劉碧就嘆了一口氣 說羨慕看牛仔 劉碧勒定馬 看著那個看牛仔 那個看牛仔是吹吹吹一隻笛 也停了口不吹 叫牛不要走走 也慢地看著劉碧 看了一會兒 看牛仔就問了 將軍呀 你是不是破黃金那個劉元德呢? 咦? 你這個鄉下兒子 為甚麼懂得我的名字? 我是不懂的 本來 不過時時的事後師傅 那些人嚇咪親 都經常說有個劉元德 身高七尺五寸 隻手扔下來 長我膝頭的 雙眼還能看到自己的耳朵 這樣說 我看張軍你的樣子都像是 這樣就問問你 你師傅是誰? 我師傅 福聖司馬 明輝 自德粗 泳村人 道號水鏡先生 你師傅和哪些人做朋友呢? 襄陽龐德公、龐統 他們是我師傅的好朋友 那龐德公是龐統的誰? 他們兩個是叔侄來的 龐德公比我師傅十歲 龐統的別字叫做事遠 細我師傅五歲 有一天我師傅在摘桑祖 剛剛龐統來探他 他們兩個就坐在桑樹下 談論上來了 我整天都不累 我師傅很喜歡龐統 當他是弟弟 哦 你師傅在哪裡住的? 就是在前面樹林裡 那座莊園就是了 看不看? 我就是劉元德 麻煩你帶我去拜見你師傅 好啊 你跟著我來 那個看牛仔 就帶劉比去 走大洋二里幾路 就來到那間莊園 劉比落馬 走進去中門 忽然聽見裡面 傳來彈琴的聲音非常悅異 劉比叫我弟弟不要通報紙 站在這裡聽 啊彈彈一下 突然間琴聲停了 跟著有個人笑著走出來說 琴雲清幽 聲音之中忽然起了高曠之調 實是有英雄在這裡竊聽了 那個小孩對劉比說 這個就是我師傅水鏡先生 劉比看看這個人 只見他從形鶴骨 氣雨不凡 連望上前行禮 這個時候 劉比的衣襟還是濕的 水鏡說 明公今天幸運 滅了一場大難 劉比驚奇都極 他怎麼知道呢 那個小孩就介紹說 師父 他就是劉元德 水鏡請劉比進草堂 分崩嶺 分崩嶺坐落 劉比放眼四圍一望 以見架上面堆滿書卷 窗外種了很多松樹 觸樹非常茂盛 有個古琴 打橫放在石床上面 唉 只覺得環境優雅 清氣飄現 就是這樣坐一坐 整個人都舒服了 水鏡就問他 明公從哪裡來啊 偶然經啊 這書 得到個木童子人 能夠拜色尊顏 不聲萬行啊 哈哈哈哈 明公不用隱瞞了 你一定是走難走到這處的 是啊 是啊 於是劉比就把襄陽的事 說給水鏡知道 水鏡說 我看明公的氣息 就已經知道了 我聽聞明公的大名很久了 為什麼到現在還這麼落拓呢 唉 總之是命途多展 所以搞到這樣 不是的 不是的 家恩將軍的左右 不得其人 我劉比雖然不忠用 但是文有孫乾 微足簡翁之輩 沒有關羽 沒有關羽 張飛 趙雲之流 他們都揭盡忠誠地輔助我 很得力啊 沒錯 關羽 張飛 趙雲 他們都是萬人敵 可惜缺乏一個善於使用他們的人 至於孫乾 簡翁他們幾位 不過是白面書生 不是能夠規劃大事的人才啊 我也曾經到處去尋找過那些 隱居在山野之中的賢德人物 真沒辦法 總是遇不到這樣的人 孔子不是說的嗎 十失之一 必有忠信 為什麼說沒有人才呢 水勁先生引用孔子這句話的意思 即是說 就算只有十多家這麼小的地方 其中也有說忠信的好人 劉比就說 我真是愚昧無知 請先生持教 明公有沒有聽過 京商國殯流傳的一首歌謠呢 那支歌謠是這麼說的 八九年間恥欲衰 至十三年無竭為 到頭天命有所歸 泥中盤龍向天飛 這支歌謠所說的 是開始於建安初期 建安八年 劉景昇死了前妻 家庭就從此發生變亂 這個就是所謂恥欲衰 無竭為 即是指劉景昇快要逝世 文武人才都靈靈落落 沒有剩下誰了 而天命有歸龍向天飛 這兩句 就是應在將軍你呀 哎呀 我留給怎麼敢當呢 現在天下的奇才 盡在你這些樹 明公你快點去找 奇才在哪兒啊 是誰呢 福龍鳳楚 福龍鳳楚 兩人得一 可安天下 福龍鳳楚 是什麼人呀 哈哈哈 好 先生 請你告訴我 他們是誰呀 哈哈哈哈 好好好 水鏡一尾說好好好 好到什麼也不說 劉備再問的時候 水鏡就說了 天色也很晚了 將軍今晚就在這裡過夜了 明天我再說你聽吧 於是水鏡先生就吩咐家童 擺開酒飯招待劉備 一晚就叫人牽著後園餵 劉備吃完飯就去睡 他那間餓室就在草堂旁邊來 劉備因為先頭和水鏡先生談了那麼久 睡到床之後還想著水鏡說過那些說話 所以是一直都沒有睡著 到了很晚了 忽然間聽到有個人敲門進來 水鏡就問那個人說 原籍你在哪裡來呀 劉備忍不住 就起來偷偷地聽在外面聊天 聽見那個叫做原籍的人回答話 以前聽說劉景昇是非分明 喜愛好人憎恨壞人 那我就故意去拜見一下他 及至見面了 原來是徒有虛名的 沒錯他是喜愛好人 不過不適用 雖然憎恨壞人 只有不能夠離開他們 所以我寫下封信給他就走了 來你這兒 水鏡說 你有王座之才 就應該選擇一個好的人 去為他做事 為何要隨便去見劉景昇呢 其實英雄浩傑就在眼前 你自己看不到 是 先生你說得對 劉備聽到外面的談話 歡喜得不得了 心想 這個人不是伏龍就是鳳楚樂 很想出去跟他見面 只有不敢 怕太誤會了 當晚劉備整晚哩哩亂 很不容易等到天方就趕快起身 立即去求見水鏡先生問他說 昨晚來那個人是誰 水鏡說 他想去投奔一個英明的主公 已經去了帝書 他叫做什麼名字呢 哈哈哈哈 好 哈哈 福龍鳳楚究竟是誰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 哈哈 水鏡總是不肯說 劉備又懇求水鏡出山來幫助他 水鏡說 我是個山野行散之人 不合用的 將來自然會有勝過我十倍的人來幫助將軍你的 將軍你到處留意訪沉一下 正在談論著 忽然聽見莊外人喊馬屍 吵圈巴斃 有個書童走進來說 有個將軍帶著幾百人來到莊園 劉備吃了驚 急急出去看看 哦 原來是趙雲 這樣又放心又高興 趙雲落馬進去跟劉備說 我昨晚回到遠城 還是找不到主公你 就留夜沿路地問追到你這處 主公你快點回去遠城 只怕有人帶兵來打 於是劉備又進去告辭了水鏡 和趙雲一起上馬回去新野 走到沒有幾多里路 就遇到一標人馬來到 原來是關羽和張飛 看到面大家都十分歡喜 一路走 劉備就把約馬過壇溪的事 告訴他們 他們聽了 每個人都說出奇甲好彩 回到新野院 劉備就找孫乾他們來商量 孫乾就叫劉備先寫封信給劉景昇 把這件事告訴他 劉備寫好信 就叫孫乾帶去荊州 劉表看到孫乾就問 我請袁德去襄陽 代我主持大會 他為何要徒席走去呢 孫乾就把劉備的信呈上去給他 同時又把蔡慕怎麼陰謀傷害 幸好馬洗得跳過了壇溪 這樣才脫險的經過 長長細細告訴劉表 劉表聽了發火 立刻叫人叫蔡慕禮 省他一頓 罵他竟然敢害我弟弟 還叫人拉他出去斬首 蔡夫人立刻趕出來 哭著哀求不要殺 劉表生氣得很厲害 不肯放過他 孫乾就說情話 將軍如果殺了蔡慕的話 恐怕皇叔就很難在這處住下去了 劉表一聽聽 就把蔡慕扎罵了一番 放了他 然後叫他帶子劉棋和孫乾去申野 向劉備陪禮請聚 劉棋奉命來到申野 劉備出來迎接他 當日趙麗切宴款待 喝到差不多了 劉棋忽然流起眼淚上來 劉備問他什麼事 劉棋說 我的繼母賽事 每次都想害我 小侄不知如何才能免禍 真是什麼辦法都沒有 請叔父指教我 哈哈 人家的家事很難管 所以劉備只是勸他 小心孝順的繼母 自然沒有禍 將來劉棋回京州 劉備騎著的路馬送劉棋出城外 他指著一隻馬對劉棋說 那天如果不是這匹馬 我已經死了 劉棋說 這些都不關一隻馬事的 是叔父的洪福齊天 說完劉棋就和劉備告別 流著眼淚地回京州 劉備勒轉馬頭走進城 在街市看到有人 頭戴割根 身穿布袍 抱著黑腰帶 穿著黑布鞋 一路走一路唱著歌 歌詞是這樣的 天地反覆是火肉草 大廈張崩是一目難乎 山谷有言是 玉頭明主 明主求言是 卻不知悟 嗯 劉備聽這支歌 歌詞說得明明白白 說漢朝快要滅亡 好像大屋快要倒塌 現在山谷之間是有嚴德的人才在樹 想來投奔英明的主公 而英明的主公想物色人才 又不認識我 劉備聽了就想 這個人莫非就是水鏡所說的伏龍鳳楚 於是下馬招呼他 請他進去縣衙門坐 坐落後問他的姓名 那個人說 我是詠上人 姓善明福 很久聽說士軍要納事招言 很想來投奔士軍 但是又不敢貿貿然來 因此在街市上唱歌 用這樣的辦法來引起士軍注意 劉備很歡喜 將他當作上奔一樣來看待 善福說 剛才士軍所騎那匹馬 麻煩你再給我看看好嗎 劉備叫人脫下馬鞍 牽了匹馬來到大堂外面 善福走過去看了一下 他就說 這隻不是的奴馬 嗯 雖然是千里馬 不過就是會黑羽人的 不要騎他 哦 已經認了 於是劉備就把跳過壇溪的事告訴善福 善福說 那次是救主 不是黑主 他終歸要黑一次主人 只要我有個辦法可以免了他 請先生你說下 如何才可以免了他黑主呢 善福說 明公的心目中如果有哪個人你是和他有冤仇的 那你就把這匹馬送給他 等匹馬黑了這個人之後 然後明公你再騎他 那就自然沒事了 什麼 劉備面色都變了 好 先生剛剛來到 不用正道來教我 反而一下就教我做些利己害人的事 我不敢另教 哈哈哈哈 我一向聽聞士君對人極之仁德 故此先頭故意這樣說來試試你 我劉備怎麼敢說對人有什麼仁德 還是要請先生指教我 我在榮上來這一樹 就聽見新野的百姓唱一首歌謠 說 新野木 劉皇叔 至此民風足 可見士君確實是對待民眾十分仁德 劉備和善福傾談得非常投機 於是劉備任命善福做軍師 負責訓練教導本部人馬 現在再說回曹操 他自從由汽州返回許都 一直都想奪取荊州 所以他特意派了曹仁、李典 和行將呂礦、呂祥 率領三萬軍兵駐紮在范城 范城就是在現在湖北省商辦市 和襄陽夾著漢水遙遙相對 那曹仁率領這幫部隊 虎視眈眈地厚眼荊州襄陽 隨時探聽虛實 有一天 呂礦和呂祥就來稟告曹仁說 現在留給團兵在新野 招軍買馬 積草儲糧 他是企圖不細的 要早日剷除他才行 我們兩個自從歸行成相之後 沒有立過半寸的功勞 希望撥五千精兵給我們 等我們去拿劉比的人頭來獻比成相 曹仁很歡喜 立刻就撥了五千兵給他們兩個 前去新野來攻打劉比 劉比一接到這個消息 就請善福來商量 善福說 既然敵兵來侵犯 就不要讓他們入境 我們要這樣打 派關公帶一支軍隊 由左邊殺出 打敵軍的中路 張飛帶一支軍隊 由右邊殺出 打敵軍的後路 明公你就帶上趙雲 在前路出兵迎戰 這樣就可以擊破敵人了 劉比聽他的說話 立即派關公張飛帶兵出發 然後自己和善福趙雲等等 總共帶了二千人馬出關去迎敵 走了沒幾多里路 只見山後塵頭大起 呂抗呂牆帶兵來到了 雙方都各自射著陣講 劉比出馬站在門旗之下大聲地喊 來張何人膽敢侵犯我的地方 呂抗出馬回答說 我是大將呂抗 奉了承襄的命令 突然來抓你 劉比很生氣 叫趙雲出馬 兩個打了幾個回合 趙雲一槍就刺了呂抗落馬 呼呼哭哀哉 劉比跟著用馬邊一揮 全軍掩殺過去 呂牆抵不住 帶著人馬撤退 正在逛逛逛 在路邊有一支軍隊突然殺出來 圍首大將大是關雲牆 衝殺了一陣 呂牆損失了大半人馬 拼命地奪路才走掉 又走不到十里路 又有一支軍隊攔著去路 圍首一圓大將 亭起長矛大聲地說 將亦得在此 直取呂牆 呂牆措手不及 被將妃一矛始終翻身落馬 當堂沒命 剩下的殘兵敗出 四散奔走 劉比指揮軍隊窮追猛趕 結果俘虜了成大本 打贏了仗 劉比就班師回到新野 而且這位新上任的軍師 善福確實得 劉比更加敬重他 同時就慰勞賞賜三軍 那些逃脫的敗兵 就扔回樊城報告給曹仁 說呂抗呂牆被殺 大部分的軍事被敷了 曹仁大驚 他又跟李典商量 李典說 他們兩個皆因為輕敵而致陣亡 現在我們只是疑於按兵不動 將呈刑報告丞相 請丞相派大軍來徵召 這個才是上賊 曹仁大人說 不是 現在二將陣亡 又損失這麼多人馬 這個仇不快地報警 我讓他身野彈圓之地 要不要勞煩成相出動大軍 劉比是個人忠豪傑 不要輕視他 什麼你這麼膽怯的 兵法又說 知彼知己百戰百勝 我不是膽怯不敢打 就是怕不能夠必勝 什麼你這樣就動搖了 將軍如果要去 那等我留在這兒守繁城 你如果不和他去 那就真是動搖了 啊 你怎麼無可奈何 就唯有和曹仁一起 點起二萬五千軍馬 渡過河 一直殺賓新野而去 現在再說說善福 他得性回到新野之後 就對劉比說 曹仁團兵在樊城 他一知道呂抗呂牆被殺 必定會出動大軍來打我們 那我們怎麼刑敵好呢 他如果出動全部人馬來打我們 泛城就空虛了 我們可以乘機奪取了泛城 好啊 那怎麼打呢 善福的伏在樓比耳邊 細細聲說如此如此 樓比歡喜都極了 立即下令就做好一切準備 這一天 探馬來報告說 曹仁率領大軍渡河來到了 善福說 果然不出我之所料 於是就請樓比出兵去迎敵 兩陣對遠 趙雲出馬挑戰 曹仁就叫李典出陣和趙雲交鋒 兩個打了大約十幾個回合 李典想著打不過 一撥一隻馬就跑回陣 趙雲喝一聲你就走 中馬追上去 但是被曹仁的兩翼用箭來射住 就收兵回營 李典回到營寨去見曹仁 他說 他們的軍隊很精銳 不要輕敵 不如翻範城吧 曹仁發火 哼 未曾出兵的時候 你就已經動搖我的軍心了 今天又故意打輸 罪該斬首 嘩 真是喝點刀虎手 要綁起李典拉出去殺頭 幸好得到眾委將官苦苦求情 才免了一死 曹仁於是把李典調去率領後軍 他自己是帶兵做前捕 第二天 曹仁命令的擊鼓進軍 報了一個陣勢 就派人去問劉比說 懂不懂我的陣勢啊 善福走上去高頂 仔細地觀察了一番 哦 原來如此 他就跟劉比說 這個陣我認識的 不難破的 究竟曹仁擺的是什麼陣 善福又用什麼辦法破他呢 就下回分解了